我們有一個女系 叫父子青森 在35年前 才在全國歌仔戲去比賽 得到冠軍 接著我們就去練習 歌仔戲又剛好是緩穿 女生女生 可是在紮糕的時候 剛好最有身體 剛好綁在 女生最脆弱的地方 修補 就非常痛 她們受不了 所以沒辦法 她們就只好把這個繩子怎麼幹 就往上挪 挪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卡尔姊穿起來就很奇怪 就不整齊不大嗎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有時間有進去的問題 我就是一個伴侶 我說 用魔鬼簪 用魔鬼簪 但是呢 魔鬼簪第一次我坐下去的時候 發現什麼 叫魔鬼簪 一個白色 不是一個黑色 有點奇怪嗎 所以我翻牌 我就藍色 所以藍色 這個靠甲是白色 不是藍成白色 不是OK嗎 這個靠甲 如果說是水藍色 我就藍成水藍色啊 千辛的五身 都差不多170公分高 那個歌手戲的女生 160公分算是很高的 可是那個個頭 怎麼穿起來都不好看 所以呢 一個翻牌 這個就有利用了 所以這樣解決了 不管是男生女生 不會有這個痛 好 我剛才講喔 女生 胸部最脆弱的地方 把繩子受不了 男生 欸 繩子喔 喘氣喘不過來 這個你看 變成面積大 就比較好用 現在這一條 也許 可以拉到下面 可以搖蛋在一起 就不會重量 就積在上面 就會在下面 所以我跟各位講這一段 就是 這是另外的意思 好 像我們這樣這個架子 也很少 有人 像劇團 人家劇團 像我們可以做這樣 但是這個架子啊 沒有改良 那個衣服 如果說這樣穿起來 一這樣掛在這邊 最後變成 現在 屋裝這兩個點 最受力 所以我們台灣用 特大奧的箱子 把那個屋裝是這樣 亮起來 所以整個 這樣到這邊的受力 那個屋裝 就不會被刺 在我們傳統戲劇 有個想法說 屋裝 靠腳之類 做完就遮起來 那個優點是 它比較 不容易換 切點就是你穿起來 它好像 燙衣服一樣 燙一個枕子 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呢 我們要從一個 比較正階的方向 比較 到時候 最高公約時期 走